波动 波动 台湾念波动 像粉底液 这边念粉底液 液 我汗 我汗你 我和你 我汗你这个汗是本来就有 哥哥哥哥哥弟弟姐姐弟弟妹妹 我们大家如果吃好了我们就准备撤 走了 走喽 刚刚那个土豆很肥吗 我吃了 那不是土豆那是玉米片 玉米片那个不肥 肯定是 可是我今天没有吃饭 应该没有那么胖吧 怎么说呢 怎么办呢 就是刚刚那个油炸的玉米片跟这个薯片是一个道路 那我们说你吃饭更胖了吧 对 死定了 死定了 怎么办了 那我明天上秤五十二公斤我会在厕所崩溃哦 你不会 要起来 你去哪里弄了一个秤啊 你要让我们控制体重是吗 就是我走到哪里都有秤 就是我走到哪里都看有个电子秤 我就秤一下 时时刻刻监督自己的体重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很长时间不秤的话 再一秤真的就要哭了 到了 走 好 咱们下来画夜光风筝 来 大家来选风筝 写下领对另一半的期望 写或者画在夜光风筝上 好啊 老公肯定想参与这个环境 对 凯凯可能特别想到没有 老公你准备写对我的期望和要求是什么 完全无要求 你对我的希望就是希望我完全无要求啊 希望 我就自由自在吧 我已经写了 你也是自由自在 你也是自由自在 咱俩心有能心吗 你现在要放吗 没有 放好了 现在去放吗 现在去放 走 老公 老公 你很喜欢 你老公 一见到风筝就已经把你晃了 轻松不过来 喜欢放风筝 老郑非常非常喜欢放风筝 是吗 看着风筝的那一刻他就疯了 就像那个狗狗看见骨头一样 就那个骨头 这个骨头 啪人那个狗就 他就疯了一样 拉都拉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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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个狗狗 老高 这个线怎么弄 老高 可以呢 我完全不会放风筝 是往上扔的 怎么那么滑稽 你是来搞笑的对吧 完全放不起来 今天没有风 对啊 你咋放啊 蛮难放的 放下来啦 哎呀 卖掉了 没有风的情况下 就得靠人力跑 人力跑才能起风 我都起来了吗 不行啊 我感觉就得跑个二里地啊 这放的是人了 这不是放风的 六人呢 在这儿 仿佛就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 你还说人家你刚刚跑起来也是这样的 生跑啊 这是 是要跑起来吗 这是怎么发 我不懂了 到底是吗 怎么发 我给不到这个乐趣 怎么办啊 我给不到这个乐趣 怎么办啊 我内心非常地彷徨 在半夜大概 接近十点钟的时刻 一群人拖着风针出去 然后就在那儿 傻跑起来了 我就一点风都没有我非常的 我只能说不知所措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风针 像拖一只狗一样的 拖在那儿路上 乔恩 你是在遛狗吗 我放弃了 绝对不可能放得起来 今天 我觉得可以也没问题 谁错的 我错的 我从小发风筹 对我厉害 你看我这个 好尴尬呀 好尴尬呀 这头太重了 谁买的风筈 这地方就没风 这地方就没风